大家好 这是一台苹果6s 这是一个14系统的手机 我们看一下14系统怎么去越狱 然后呢去隐藏 直接越狱的话会报错的这个 我们只有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越狱打补丁 然后呢去隐藏 我们先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越狱攻击0.12.3这个版本 还有一个是这个米娜的1.1的补丁的这个软件 我们先用这个越狱 我们先把手机进入这个 恢复模式 我们点击这个时代开始 我们确定 按住开机键跟后母件 然后呢放开开机键 到这里关键时候 我们要进诊断模式 按住音量加跟后母件一起按着不要放 这样一直按着的话 就会显示越狱成功 然后呢 手机同时也可以进入这个诊断模式 好 出现这个页面就是诊断模式 我们打开这个补丁 我们点击安装这个补丁 安装一次 我们点击安装第二次 因为以防万一安装一次 好 现在安装好了 我们就可以去直接的用正常的越狱 重新越狱 这个越狱的话就正常越狱了 就不用进诊断模式 一点 一定要어줘 刚刚刚这么诊断模式 是最喜欢你 也好 再次诊断模式 好 再次诊断模式 intercept 再次诊断模式 我们现在诊断模式 看到一眼 诊断模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做成功技巧 "'全绘独 species儿 input 这个14系统的月异的话 用这个补丁的话相对比较简单啊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14系统的 如果自己忘记id密码了 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尝试啊 好 次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有我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